總統蔡英文到高雄 輔選第一站來到了鳳山 替尋求連任的立委許智傑站臺 高雄捷運黃線預計 一百一十七年底完工通車 除了交通建設 鳳山還有大型的百貨要進駐 鳳山選區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忠義仲 則是請柯智恩一起車隊掃街 高雄立委民進黨想要立拼八線過海 蔡英文除了鳳山選區 借著趕場到前鎮小港區 替尋求連任的賴瑞隆站臺 一旦 國防疫部署 我們請出現 一十月才是 中空一旦英勿 在南加尾 下水馬來 輸去馬來 傳言服務中心馬來 可以打到八十年 儘管前鎮小港長期以來都是綠大於來 賴瑞隆還是很積極打選戰 早上站入口敗票 希望能夠衝高得票率 對手是國民黨的李明璇 李明璇從零開始也頻繁的拜訪地方人士 上節目打空戰 希望能夠拉近選票的距離 選戰倒數 各個候選人加緊衝刺 多拉一票是一票 三零圈田巨大推廣權 何正鳳 高雄報導